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慧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是 我们之前一直在期待 在政府打草房的这个政策实施后 可以有引起小坡的这个抛售潮 但是后面我们知道是 这个抛售潮好像没有出现 可能有个别个案 但是就是没有太大的 因为新清暗的关系 就补血了 然后我就看到另外一个潮 好像有要出现 想说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房地合一税七年之痒 先转售潮 房地合一税从2016年上入到现在 试用自用满 六年四百万免税 税率10%的屋主开始大幅增加 根据统计 去年已有1523件 试用税率10%的税率急剧 年增2.2倍 房市开始出现 七年之痒的转手趋势 根据财政部统计检示 随着2016年已取得 并转售的房地合一课税 案件越来越多 2021年突破10万件 2023年已达11.2万件 随着近年房价的高涨 转售房产多有增值 无需缴税的案件 占比也逐年降低 上入隔年的2017年 无因纳税额占比高达63.8% 不过去年已降至24.6% 这些案件多为扣除 相关成本费用后 没有获利或是适用于 400万元免税额度后 不需再缴纳的状况 那以个税率急剧的占比观察 已持有5-10年转售的 20%税率占比达33.3% 最高持有两年以内 转售的45%税率 即持有2-5年转售的35%税率 则个约在两成左右 此外去年就有1523笔 适用房地合一税 10%的个案 赞总课税案件约1.4% 比前一个年度的0.4% 增加了一个百分点 那专家表示 出售2016年后 取得的房产时 在房价大涨后 不动产持有人 在缴房地合一税会特别有感 随时间推移2016年后买进的不动产 符合6年400万免税的民众数量逐渐增加 加上过去一段时间 房地产价格出现大幅上扬 因此扣除400万免税额之后 还需缴纳10%的税率 案件数明显成长 那从税率来看 较多民众可以接受是持有超过5年转售 一级20%的房地合一税率 毕竟房地合一税持久的时间越久 税率就越低 少缴就是赚 他这个七年滋养会出现 除了他这个 他可能本来就有算好 他是差不多永远这个年限 他卖掉 他可以不用缴那么多税 除此之外 是不是也跟囤房税有点关系 可能吧 那可能有些是换屋 我觉得囤房税的话 会有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能 感觉是可以赚不少钱 那你就拿出来卖 没错 可能有换屋的需求 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七年滋养 我觉得已经相当不错了 因为现在这个 比较快速的时代 很多人的婚姻都撑不到七年 硬要讲 所以他忍七年才养 那当然我觉得可能 也算深情的 也算不错了 最主要其实就是 就是避税率 而且其实在2016年 那个时候买的 其实你也不能讲说 完全没有投资客 可能也有部分的是投资客 原本就是要走中长期的 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像都觉得说 可能我在五年到十年之间 去转售 甚至说我在十年的时候转卖 其实是CP值比较高的 因为税又低 我该自己要住的也住到了 而且我这十年的房子 通常在市场上 他的涨价的幅度是不小的 真的他还有价值 对而且对很多的区域来讲 那个十年的房子算是新房子 真的 对不对 很多核心区域来讲的话 那你就不能说 他一定是因为囤房税的问题 但你要看他的区域 因为这个很难讲 那有些区域他被丢出来 他可能真的是因为囤房税 因为他可能是 譬如说他这个地方 你自己想想看 你手上有十颗糖果 但你现在只能留三颗 那你一定是看他的过期日期 最快过期那七颗 你可能先买掉 但我不是说房子要过期 或者说他的价值没那么好 你可能就会给他出去 或者是说你把它设定不是自用 对不对 但虽然说他也许 他的价值不是那么好 但是以现在最近房价涨幅来看 他还是赚钱 对不对 举个例子 他宁愿留他手上台北市的案子 他也不愿意留 譬如说某一个非台北市的 对免得攻击到 就是没有那么核心区域的 如果说他手上能够留东西 就是说他刚好是属于 只能有限量持有的这样的人的话 那如果说他可以 可能大量持有 他也没有在怕这种 当然就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讨论这种东西 我们就比较伤脑筋的是 我们有时候 人就是因为我处在不同的阶层 用这种阶层来讲 其实是很伤人 但也没办法 当我们处在不同的阶层的时候 我们的看法跟观点 跟吸收到的资讯 其实讲实话 真的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像有时候就觉得 那反正现在就是政府以后 买房子都不能用房贷 不让你们开杠杆炒作 对可能在我的立场 或者说年轻的立场 会觉得这样蛮好的 房子就不能炒作了 可是比有钱 还要更有钱的人开始笑了 那现在只有我有办法现金买 买多少都是我的 真的 以后你们全部都是住我的房子 垄断 对啊 你就当长工吧 租金他随便挑 那我们的成绩 可能还没有到那边 我不知道 这个对他们来讲 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这样子好吗 也不一定好啦 因为只有他们能买 那线上一定巴结的他们嘛 他买了以后 我要拿出来 我囤房税我也缴得起 但你要不要跟我租 我买了 如果炸掉不给你住了 我炸掉我自己房子可以吧 没问题 到底多偏激啊 对 或者说买了以后 我就在大家面前 对不对 就把它先拆除 我把它回复成土地状态 我就是不给你住啊 怎么样 你要付我租金 我也是不给你啊 但我就是买得起啊 幸好你不是那个层级的人 买 家人很可怜 也就是我刚好 我就不是那个有钱人啊 我才会这样乱讲啊 你搞不好真正的有钱 也不会像我这样想啊 对不对 哪有像你那么傻 在那边自己炸自己的房子 生进去 又不是脑子有问题 对不对 我们就是开开玩笑 对 所以呢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 除了预售案之外啊 你会看到一些 可能有七年滋养的一些房子啦 那其实不算老啊 的一些中古屋 可能会释出到市场嘛 那当然我觉得 有自助需求的 可能也可以去看看啊 然后搭配新情感嘛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啦 可能不会让你太便宜啦 没错 你可能去的时候又失望 啊怎么这个价格 怎么还是我不能接受的 对不对 新房子也涨 啊你这个七年之养的 养一养 抓着养 抓着养 涨上去这样子 没错 你可能还是会有点失望 但是你也不要急着失望 因为你去一些地方 它可能价格 有可能在下降啊 对不对 那看你敢不敢嘛 就是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像你说过的那样 买我 对不对 那个老哥 没有人听得懂 音乐连结 我帮大家放在资讯栏 对啊 那那个刚好就是会 房价下跌的区域 他真的问你敢不敢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敢了啦 对不对 那但是也有人敢啦 也没有说 房价会下跌的区域 一定不好啦 如果你全部都用 投资商品的角度来看 那当然你就是看 它涨幅跟这个跌幅嘛 对不对 有没有未来嘛 能不能帮你赚钱嘛 但是你还会牵扯到 你的自助需求啊 对不对 有些区域它可能稍微价格 它会往下修 但是它符合你的生活需求呢 是不是 我只是举个例子 随便乱举例子 譬如说你的房子是在海边 那海边现在的房价下去了 当时热炒炒上来嘛 现在价格下去了 但是你就是靠出海的人家嘛 是不是 你捕鱼的啊 在那边交通很方便 对啊 你走十步二十步你就到了 但太夸张了 骑脚车五分钟 你就到港口了 是不是 你就坐了船 就打卡上班啦 就出去了 那可能也符合你的自助需求啊 不要笑 打鱼的也挺有钱的好不好 所以没有一定啦 但你把你的自助掺进去的话 也许你可以捡到符合你需求的房子啦 你有需要的话 前面几周 我们不是有讲到刚好讲到凶宅吗 对不对 对啊 有些有需求啊 譬如说你是刚开始学一些法术的 你刚开始在练功 你就可以当你的练功方啊 每天在里面练功 你这样讲也有道理耶 是不是 对啊 本来就是 那师傅说 你每天在那边好好读哦 这个经书没有用 要有实战 读万卷书 对不对 你书上东西要能够实用嘛 对不对 应用出来嘛 你就买那间这个练功房 每天在那边念 对不对 练了你就出师了 是不是 而且你搞不好还可以把它当成是这个教室 比如说 你要在收徒弟的话 你就去那边练 练个两个礼拜再出来 然后收场地费 超划算的耶 对 我们帮这个凶宅找到一个 他可以是合适的 真的 是不是 他也许符合这样的族群啊 就找一些 譬如说比较这种有宗教的团体 他们可以去买 去练功这样子 然后练一练 然后最后 哦好 你们这也练成了 然后凶宅变干净 又可以卖出去 对 是不是 超划的 对啊 整个把它进化了以后 嗯 是不是 啊 这间不能练功了 嗯 买下一件 对 然后买下一件 然后买下一件 不好意思 因为这间 被我们练 练太干净了 对不对 现在整间里面 顶多就看到几只蚂蚁蟑螂这样 其他让你不开心的东西 完全看不到了 哦 那不好意思 我们只能把它卖掉了 那请问 还有没有其他新的货源 可以让我们练功的 是不是 啊不是说 不要乱闲聊 又一直在那边歪楼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好 谢谢大家收听 这一集的 防老吉 拜 拜拜